在今天跟大家討論中國對付氣候改變碳的目標時 我提到一件事 如果我們只是用植物森林來儲藏碳的話 森林本身對這些碳的儲藏期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當森林的樹木 因爲各種原因 要是焚燒、關火 要是放在地上給微生物或食物之類 它根本會重新釋放到大自然 所以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要考慮有沒有辦法直接把碳 用一個非常長時期的儲藏 而不是一個暫時的儲藏 在這一點 在很多國際上對於儲藏碳方面 他們是沒有這麼考慮的 所以我現在想向大家建議 當我們考慮這個 從空氣之中減碳之後 碳當然要找地方放 第一,減少排放量 這是一個可以做的事 要使到各個工業或商家 肯減碳 我們要對碳加一個排污稅 這個排污稅就可以以他們所用的燃料來計算 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在發電廠那裏 由發電廠的最早用 直接把煤或是天然氣或是石油 轉換成為能源 而放出二氧化炭空間 我們在那裏入手 定了我們排碳的價錢 這個最好當然是全世界一起合作 但是看樣子 現在只可以由中國開始 所以中國需要建立一個排碳的市場 這個排碳市場可以使到工業上 受到排碳影響的打擊 盡量減少 以及讓他們有預測 怎樣做呢 首先政府可以規定了排碳價錢 排碳價錢可以 所以初初來講是十元一噸 或者十元一磅 什麼都好 十元一公斤就好 你給它一個標準 現在他們當電廠燒煤時 燒一噸煤 我們知道它可以排到 就是幾多碳 因為一噸煤排出來 二氧化炭的量比一噸煤更多 因為煤會燒成二氧化炭 就是有兩個氧氣加一個碳 所以它那個量多了 我們就要計算這個量出來 我們可以直接用碳也可以 用氧化炭作為重量也可以 是一個方法 在入口原料 在出產煤的最先 將這些碳拿出來的地方 在這裡做一個控制 使到我們最終希望 這些所需用的碳壓煤會盡量減少 這個就是所謂的碳碎 有了碳碎之後 你當然什麼都貴了 煤貴了 自然發電的價錢貴了 因此用家會貴了 但是那些發電廠 怎麼可以減低它自己的價錢呢 當然它就將它轉成了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轉成了 它變成就不用再花燃料費了 只是預早的資本投入會很大 還有中間有些保養 但是這個它們可以自己計算的數 如果這個數是 計算得比加稅更便宜 自然它們會大量投入去再生能源 做一個經濟的刺激 這是一個辦法 但第五官員可以怎樣呢 它就說可以跟其他東西 買這個碳收回來 不用給碳稅 所以如果它可以向 譬如農民說 我準備在你那裡買一噸碳 這噸碳用了之後 我就肯定不會再放出去的了 我只是買來買個碳而已 那你就在那個用煤那裡 減回一噸出來 因此對農民來說 就可以產生一個經濟效益了 我可以就將我農作物 正如那些滋桿好什麼都好 如果不能夠去養動物的話 我們可以將它變成碳 而將這個碳就賣給那些發電廠 讓它們可以抵消了它燒煤那裡 這樣它也可以另一方說 我直接就不燒煤了 只燒這些碳又可以 這個一樣 但是因為你燒的碳 碳是再生的 所以那裡不用給 任何的排污費 農民來說 就可以 碳的價錢好了 因為起碼它抵消了 煤加的稅上去 我們將那個碳的價錢推高 另一個就是說 我們仍然要去到排碳 要是變成零的 我們要在地方拿回碳下來 所以這個這樣的循環的價錢 應該就不夠 另一個方法是高的 另一個方法就是 那些農民直接做了碳之後 經過驗收之後 之後有這麼多碳 然後將它粉碎 埋在田裡 埋完之後 分散了 收不回的 變成一個永遠的儲存 這個永遠儲存的碳的價錢 可以高一點 因此你用這個價錢差 我們就可以製造一個碳市場出來 這個碳市場開始之後 各種方法將碳收下來 或者將碳暫時收下來之後再重用等等 很多不同的機制 可以開始設計 因為有價錢在推動 而這個價錢 政府來說 可能跟市民大眾說 我們第一年開始 十元一噸 第二年十一 第三年十三 第四年十四 慢慢加上去 大家有一個預期 繼續燃燒 這個化石能源 是會越來越貴的 所以他們要開始 是想 幾年之後 我可以有多少能源 不需要用碳 省回這個稅款 而這些農民看著那個碳價錢 就覺得 現在你的電力公司 沒有辦法可以減碳 我就可以 賣這些碳的 收回碳賣給你 我賣碳給你 但你碳我不用運在這裡了 我證明了 我賣了在田裡 那我就可以 向那些發電廠 就賣這個 收回來 碳的碳稅 給發電廠 而使得農民更加增收 那個土地增收 因為 你將那些碳 賣了在地上 你這個動作值錢 當然 賣這個有一定的比例 這個就是要科學家媒計算出來 到底 每一某地 要賣到多深 賣多少 這些全部要計算出來 相信我們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市場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逐步逐步 漫向這個 2030年 中國排碳去到封直 然後2060年 排碳等於零 而且這個還要繼續繼續下去 使得 地球上面已經排放了的營養化碳 繼續收回來 直至在回復到 在工業時代之前 回到我們一個安全的營養化碳的成份入面 我們地球就安全了 這個我們需要在 在2000年之前 就應該開始 大氣入面的氧化碳開始下降 否則人家都挺慘 所以現在我們還有時間 但是現在應該開始研究這件事了 即是說 要製造一個碳市場 這個碳市場首先 就在中國裏面的行星 當這個碳市場運行得好的時候 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廣 使得 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民 都可以參與這個收回來的舉動 引致我們全球的氣候會改善 當然同一時間 我知道中國也有計劃 是將中國的森林覆蓋上升的 所以這個森林覆蓋 第一步可以做到中國的零排放線 然後當這些森林的植物 慢慢成熟的時候 我們將這些植物變成了碳 然後將這些碳放在地上 使得森林可以繼續吸收碳 這也是一個辦法 所以在這裡我想跟大家提出 當我們收回碳的時候 要考慮兩個 一個就是有限時限的碳收回收 另一個就是長時間的碳回收 用森林收 這個不是一個非常長時間 我們說的都是 可能一百年左右 但我們要考慮就是要上千年以上的碳回收 也都要考慮當發生山火時 放發所有的碳出來時 這個是要計算價錢下去的 使得那個山火變得非常昂貴 因此我們還可能要保護 不要讓它有山火 因為一次燃燒的山火 放出來的氧化碳非常多 所以我們要同時阻止 才能夠達到全球減碳的目的